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这张照片在西班牙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举行传统的游行人们会打扮成三个国王 根据基督教圣经据说三王给婴儿耶稣带来了礼物 其中一位国王经常被描绘称一个黑人男子 而在伊涅斯塔的照片中 两个盛装打扮的人似乎化妆 已使他们的皮肤变黑 伊涅斯塔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已经向那些被这张照片冒发的人道歉 这个钱巴萨中场球员的顾问 在一份声明中称一月六日 伊涅斯塔的家人和他的家中接待了三位国王 并决定在伊涅斯塔的社交网站上 与他的球迷分享这张照片 三位国王的出现 属于我们国家的文化根植于多年来 我们想和孩子们一起庆祝一年中最神奇的一天 这是伊涅斯塔一家每年都会重复的传统 我们希望解决围绕这张照片的争计 在这张照片中 三个人穿着打扮化妆成东方出现的三位国王 加斯塔、梅尔吉道和巴尔塔塔 就像发生在大多数西班牙当天庆祝的事件一样 伊涅斯塔从来不想用这张照片打扰任何人 他向那些可能被冒发的人道歉 2017年格列兹曼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件 马进球星也被迫发表了道歉声明 相关新闻推特发照片小白 被指种不歧视大头 感谢观看